情緒最崩潰、最難過得去的場景 你在醫院過年的時候 去年過年的時候在醫院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全家一起跨年 只是說往年因為工作的關係都會去跨年 所以就沒有辦法在家裡 那一次跨年是真的在家裡 跟大家一起跨 可是農曆年的時候 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真正的過一個農曆年 但偏偏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細菌感染然後住院 所以整個除夕 整個大臉出一二三四 忘記多少 都是在醫院裡面過的 那時候就是覺得 天啊怎麼這麼不孝順 不到這麼久了 沒有什麼做已經很對不起了 鄉親父老還要搞這個 讓大家來醫院 陪我過年的那種 我那一次是抱著我的腳 抱著我就是我受傷的腳 然後 不斷的默念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旁邊有人嗎 沒有 都趁你家人都不在的時候 半夜 希望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真的 真心的希望 一直不斷這麼的 祈求著 沒有在家人面前哭過 沒有理由啊 就算我狡辯成這樣 可是 我覺得在人面前為了這個事情哭 都 好像也 不至於 真的